漏水的住户一共有20多家 而暖气爆裂是锅炉房意外停电造成的 意外发生后 锅炉房紧急又调派了40多名维修人员来到小区 对居民家里的暖气进行抢修 现在暴力的暖气基本上都换完了 锅炉房正在登记住户的损失 供暖公司也承诺了 登记核实结束之后 将会给予住户们适当的一些赔偿 现在离供暖期结束 还有十多天的时间都说了 边框边楼全在收口 所以供暖单位一定要多加注意 另外每年供暖期结束之前 也都是暖期跑漏水 居民家里面被淹的事故的高发期 原因就是因为大多数居民以为 这供暖期已经结束了 暖气管道里面没有水了 就忘记了关闭家里的暖气放风阀 结果导致了漏水 所以在这里给大伙提个醒 家里暖气的阀门 您最好不要乱动 接下来这条消息是我们刚刚得到的 今天下午两点半左右 沈阳市东陵区恒泰仓储公司的四个仓库 突然间发生大火了 但是幸运的是 事故当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新北方赶到现场时 大火已经被及时赶到的消防官兵扑灭 但浓烟仍然笼罩着库区上空 仓库内还残留着星星点点的余火 房顶已经被烧塌 一些被抢救出来的货物 被杂乱地堆放在仓库外 大火是从三号仓库开始燃起的 火界风势迅速向东蔓延 与其毗邻的四五六号三个仓库也被殃及 库内存放的摩托车配件 以及家用电器几乎损失殆尽 货主的儿子告诉我们 因为前一阵子的大雪 把仓库屋顶压塌 所以今天上午 三号仓库的货主开始焊接屋顶 火灾的发生 很有可能是与三号仓库货主 使用的变焊不当有关 一时疏忽就酿成如此大祸 为此消防部门共出动五个中队八十五名消防战士 铺火面积达五百多平方米 春波一粒种 秋收万颗粮 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雪 给农民兄弟的春季播种 应该说提供了极好的商情 不过秋天能不能丰收 选种子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为了让农民在买种子的时候 能够买得放心 买得满意 今年呢 沈阳市工商局 东陵分局 不但在打击甲猎种子上加大的力度 还要求种子经营单位呢 要给农民提供贴心的服务 昨天一大早 家住在沈阳法库的王老汉 就特意赶到沈阳市东陵区的一家种子公司买种子 这工看不来 信用就靠公司的信用 我们就来真来 怕买家种 用啥跟钱不敢买 跑这远买这 年年就不得都买了 今天又来了 到信用好的大公司 遭遇甲猎种子的风险是降低了 但怎样才能选到适合自己土地的种子 光凭异乡情愿还远远不够 咱主要是看产量 产量 要产量 按理而 产量高的种子确实能带来高效益 但对于种植条件不同的地区 秋天的收成也会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说选择品种一定要引力自己 根据土壤条件 你所处在的地区的基本条件 要有真正性的选 自己能够种植的品种 为了让我们的农民兄弟 能选到最适合自己地区的种子 从今年春天开始 沈阳市工商局东陵分局 向管区内的种子经营户提出要求 除了要保证种子质量 还要主动提供相关的咨询服务 需要注意的是呢 现在这个种子的品种是越来越细化了 所以建议农民兄弟 在买种子之前 一定要先做一个咨询 只有选到了最适合的种子 秋天这些收成 才会更值得我们期待 再过一阵子就是清明了 我们知道清明是道内逝者的传统节日 也是既定活动的高峰 虽然现在离清明节还有20多天的时间 但是各地的殡葬准备工作已经展开了 在今天辽宁省民政厅的 全省殡葬工作会议上 我们了解到 今年殡葬部门将对特困群体 实施优惠政策 减免或者降低丧葬费用 各市还将借鉴本西市民政部门的经验 实施招标采购制度 降低丧葬用品的价格 清明时间 民政部门还将专门打击 不法的中介机构和丧托 来治理黑殡葬 漫天要价这样的现象 好的节目进行到这 回到我们的互动话题时间 因为明天就是315了 所以今天我们探讨这个话题和此有关 探讨的话题就是 对吉利授权消协成立执法队 拥有处罚权这样的做法呢 您是不是赞成 因为现在的消息 在各地是没有处罚权的 是游离在政府和商业部门之间的 一个协调机构 那么看一下 目前是496位观众发表观点了 其中选择A的观众赞成的是 397位占到80% 不赞成的是 很少了 只有50位占到10% 选择C其他的是49位占到10% 80%的观众都赞同 我们先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 他的观点又是什么 喂你好 金杨你好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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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金杨你好 你好 怎么称呼您 我姓张 张先生好 张先生今天我们探讨这个话题 你也听到了 也看到吉林这个事情了 您个人赞同吗 我还是赞同这个做法的 为什么 因为现在来说吧 就是说老百姓要是说 遇到这方面的问题 肯定第一个先想到消协 对 我们想求助这个部门 就希望他能够帮我们解决这个困难 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说他没有这个执法的权利能力的话 那么我们就是说找一个人来帮我们的话 腰杆也不硬 这个语气也不硬 所以我们的问题到头来还是很难解决 所以说如果他能够真正有效的帮我们 我们很高兴能够有这样一个部门来帮 你自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吗 是的 这个我也经历过 像我买电脑的时候 就是说因为换其中的一个部件 就曾经换过好几次 结果就是说 后来直到最后我是想退了 这个老板也是拿这个来卡 我说只能给换不能给退 如果说是这个消协 或者是有一个相关部门 能够有一个强有力度的执法部门 来够来为我撑腰的话 来为我说话的 我想当初我也就不会三番五次的往这个电脑城跑了 明白了 这都说消费者是上帝 你就只有在这种更好的机制之下 你当上帝的感觉才更好 上帝也需要保障 好谢谢 谢谢张先生 再见 我们再来看看 其他观众的观点 网友打歌的毛毛虫 他选择他也是赞同 他说以往发生消费纠纷之后 很多商家对于消息的处理结果拒不执行 消费者和消息真是都无可奈何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消息没有执法权 那成立了执法队 对于消费者来说有更好的保障了 对于商家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监督 手机别号1288的观众 他选了其他 他说现有的相关部门只能是各尽其责 那就没有必要再另设部门了 如果不被百姓办实施 那么设立再多的部门也都是空架子 实际上也是对吉林的消息成立执法队 对他们的工作提出了实质性的一个要求 好这个话题我们继续探讨 对吉林授权消息成立执法队 拥有处罚权这样的做法 你赞不赞同呢 可以把你的想法编辑在88之后 然后发送到9588288 广告之后我们见 身不由己 母女分离50载 日思夜想 冒蝶老人苦局命 你去上马路上坐着 坐着看看有没有我的姑娘 报恩心切打动热心观众 42年后再聚首 失声泪连连 昨天晚上我就睡不着了 我就醒了 我这三井没睡觉了 我哈哈营养快线 我看醒 一样阳光更多热水 太阳雨有保热强的太阳能 诚信315 和谐大家庭 大家庭现代电气广场 沈腾市民理想3G卖场第一名 营造终结式购物卖场 打造安心室服务标准 买电气到兴隆 大家庭现代电气广场 有有意图 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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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老山啤酒 联系更多朋友 来 好到底 睡前一粒乐天目当成 我的习惯 新加二配方 帮助防助 修复早期重 牙齿更坚固 乐天目当成 加二 乐天 五花宽在下榴头 亲亲一家乐融融 亲亲一家 服务增值 产品超值 亲亲一家花乐无限 中国网通 前一阵有人爆炒 肯德基绿油粉事件 卫生部亲自在北京陕西进行检测 卫生指标合格 时刻不必大惊小怪 合肥警方打算建立网吧保安大队 专门向网吧派驻专业保安人员 看见未成年人上网 开抓 时下广告中都一窝蜂的篡改成语 这将开始明文规定 四月起 谁再敢滥用谐音篡改成语 坚决罚办 济南有个老太今年七十三 竟然能用牙托起重五吨的汽车 也毫不费事 看来牙好胃口好 身体就倍儿棒 智利民生新闻